好 繼續來關注今年東京奧運 原民選手是大放一彩 而今天東京奧運是來到了第六天 中華隊目前的成績是一金二銀三銅 那今天我們要一起來關注原住民選手的 精彩表現 其中這個阿美族的舉重女神 郭信淳跟排灣族的選手楊優偉 各貢獻了一金一銀 但除了他們還有許多原民選手 都陸續傳出了佳績 讓我們一起來看這一次 已經出賽的原民選手成績 以及上位出賽的選手賽程 那截至到七月二十八號 已經出賽的原民選手 目前是總共有十位 分別是舉重射箭 軸道 還有自由車 以及跆旋道 那未出賽的選手是還有四位 分別是舉重六十公斤級 以及田徑下木 那從已經出賽的選手戰機來看 這個女子的五十九公斤級的舉重方面 郭信淳就以抓舉一百零三公斤 停舉一百三十三公斤 跟總和兩百三十六公斤 不僅是破了奧會紀錄 也為臺灣拿下了第一面金牌 另外州族女孩方婉齡 在四十九公斤量級上是取得了第四 但目前有傳出 這個中國金牌選手使用禁藥 雖然結果是尚未出來 但是如果屬實的話 方婉齡是有望再為中華隊拿下一筒 而出賽這個女子五十五公斤級 跟男子六十一公斤級的布農族選手 江念興跟高展虹則是分別拿下了分組 第四跟第十二名 也是非常值得鼓勵 那再來看到的是柔道的項目排完族的選手 楊勇偉是出戰了日本老將 雖然最後是未能幫臺灣拿下一筋 但是也為中華隊拿下了首面的柔道獎牌 而女子四十八公斤量級上首次出戰 奧運的阿美族選手林真豪 雖然是不敵這個強敵 戰時落敗 但將會來出戰這個敗部復活賽 爭取同牌戰的最後門票 接著來看到是射箭拳擊跟自由車 和跆拳道方面 泰雅族選手林佳恩 在這個男女混雙跟女子團體賽中 在十六場就止步了 而臺灣第一位登上女子拳擊的 阿美族選手陳彥琴是擊敗了意大利選手 順利挺進了八強 而泰雅族的自由車的選手 馮俊凱可是未能在時間裡完成比賽 因此沒有取得名次 而亞運金牌的阿美族選手蘇柏亞 則是敗給了日本地主隊 最終是無緣晉級 而目前是還有四位的圓民選手 尚未出賽 分別是舉重的九十六公斤級的 這個九十六公斤級的排灣族陳柏仁 另外是田徑一百公尺 男子將會派出了台灣的最助男 阿美族選手楊俊凱 女子則是同為阿美族的謝喜恩 最後在跨欄方面 一樣是由阿美族的選手陳傑來出賽 而目前各項比賽 仍然在持續進行當中 希望大家來繼續為中華隊加油 不管成績如何能夠站上奧運場上 都是一輩子的光榮 我們也期望圓民選手 能夠為台灣在天更多的講台